欢迎收看中原小玩家的旅行频道 我是陈君业 今天我们来到了暴走G228海岸线的温州站 我们今天要去这座岛上面 这是温州的江新鱼岛 我们等会要坐这个轮船过去 到这个岛上去逛一逛 这个地方是来温州大家推荐必定要来的 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现在我就是刚到江新鱼的码头 看到没有江新鱼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我现在等会去买船票 然后等会要坐这个轮渡过去 刚才我打车来的路上 好像那个师傅说 好像是车可以直接开上去 但是我不知道从哪进 基本上别人我看的推荐 都是要坐这个轮渡过去的 现在从这个轮渡过去 我刚到然后刚开一艘船 不知道下一趟又要多久了 好像他们这个船是固定的 我来先买个船票 船票不知道多少钱 好像听说是城人 景区城人票 还往返人度30块 单程的是6块 我看是不是有时间的 没有时间 没有几点啊 只有日期啊 只有日期啊 没有这个时间啊 好 已经买好了 三十块钱啊 包含门票 包含这个往返的轮渡 我们来检票 不用排队 微信导码购票 买完全自助的 全自助的 检票也是自助的 已经进来了 但是下一艘船 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要等下一艘船了 江新宇 那艘船已经过去了 好快啊 它这个轮渡是整点的 每30分钟一趟 警区售票时间是从上午7点45到晚上5点半 轮渡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的7点 我们刚才错过了一番是几点的 我看一下现在几点 现在12点05 哇 我们要等25分钟啊 下一趟12点半的 12点半的 我们要等25分钟 再等一会儿吧 下一趟轮船要很久 再吃个泡面 等到12点半 正吃着面呢 船来了 大家都上船了 赶紧 别等会儿走了 等半个小时 江新宇2号 没多少人呢 上二楼去 我们上二楼这个甲板上 看一看 在这里上 我说不让上 二楼的甲板 江新宇 从那里可以直接开车过来 那应该是 那里有点像香港的感觉 后面是山 然后前面是高楼大厦 哇 这里还有一个包厢 豪华包厢 里边有电视有餐桌 茶几 有沙发的 果然有钱就是能体会生活 12点半 现在已经 几点了 现在12点19了 我们在等开船 然后要到那个地方停船 好像是 开船了 现在是 12点30分 准备开船 好了 船动了 到这个江对岸去 不对 应该到这个江中心去 这个岛是在这条江的中心 这个轮路的船票 好像是6块钱吧 应该是来回12块钱的 江心雨 江心的岛屿 吊个头就到了呀 真的就是吊个头就到了 江心雨1号 我们坐的是江心雨2号 拜拜 啊 已经开始减速了 一分钟就到了 撞着一下也没感觉 这边 OK 已经到了这个江心雨了 已经到了这个岛上 反正 来逛一逛这个岛 这个岛好像要逛很长时间的 这里有一个回环景 温州古城 由著名的 勘于学佛祖 鼻祖 北斗城 江心雨则位于 古城温州正北 即玄武之位 岛上七口古井布局 如天文学的小北斗 这是北斗中的一颗 勘于学 已经上来 倒了第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什么 这一栋建筑 这栋建筑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眼 还像那种以前那种西洋建筑 应该是以前的古建筑 现在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里是英国驻温州领事馆就职 每周一闭关 总共有三层 一层领管设立 二层领管职责 领管身口 三层海关往事 贸易增长 1877年 天台条约 这是以前的壁炉吧 装饰的 太平天国 冰浪 这是以前的烟 以前的温州古城吧 这是以前的烟 不 这些烟 没办法 那些烟 根本没办法 这些烟 我们的将去 浙江温州 服属地 现场于台北故宫博物馆 是什么图 以前的这种英式建筑 领馆设立1877年4月 英国首任朱温领事馆 阿查理 长达18年 这就是英国领事馆的平面图 不是三层吗 两层的平面图 西佛 英国领事馆建筑落成后 在正门台阶两旁放置两尊石雕佛像 此为北宋佛塔一段塔身 北宋时期的塔身 以前的雕刻 石雕 这楼梯都是这种石楼梯 竟然不是那种墨制的 这种石楼梯 这是他们以前搞的 繁华 富丽堂皇 这是他们办公的地方 办公立点 外国人就是会享受啊 这个大阳台 站在这里 但是他们以前把这个领事馆设在这种小岛上 真的方便吗 这里应该是生活区域啊 坐在这里喝个茶里边休息的 隆重的这种音色风格 座椅家具 英国领事 富丽堂一般都是协期同住 生活起居 依然保持在英国的习惯 食品基本靠永宁号运来 送来的白糖土豆羊肉牛肉麦粉和牛油等 他们常邀请外国传教士 来到这儿还生活 不入乡随俗 三楼 护照 这是以前的护照 光绪29年 1903年 这是欧海是吧 颁发的护照 海关 护照 以前的护照 护照 地契 租赁合同 国际信号旗 航海的 航海的 A起 阿尔法吧 含义我下面有潜水员 请慢速 远离我 B起 我正在装卸或运载 危险 货 以前是 因为通讯的原因可能他们是用旗子来打信号的 国内航线 上海 到温州到福州到厦门到香港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航海线 是 在温州ον州海关 电梦 他们这栋楼都是石块建的 石头建的 讲评 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讲评 这个是象牙吗牙雕真的 但是这栋坛是怎么雕的呢 有这么宽吗 好精致呀 应该是象牙雕 稀奇 这在现代都是可行的 清甜石雕 好精致呀 太精致了 茶叶的卖茶的 这就是以前的英国领事馆 其实挺舒服的 会享受啊 我们从领事馆出来往前继续走 先往这边走 这是什么江星雨文化体验馆 从这里上去 但是没开放 那边是封着的 我们往这边走 看看这边有什么 然后围绕这个岛转一圈 这个江星岛还挺舒服的 在上面前面这个是什么 看一眼小喵 这个跟刚才那个领事馆一样的 这是不是它的旧址啊 领事馆的旧址啊 是两栋啊 不是一栋啊 这个是什么 怎么没写 不清楚 两栋楼 不是一栋 进去看一眼 戏院 墙片推荐 郑正邱导演 蝴蝶 郑小秋主演 啊 不是 轩锦铃主演 再生花 这是他们的 以前的戏院 中央大戏院 1932年 看一看 这些都是什么 以前的江南春晚 今天放映 温州开福田池 时长60分钟 有些博物馆 可以看到 有些汽口的厌货 哇 这边是什么 我们的展览馆吧 这边就是那种墨子的楼梯 就不是那种 发现那个水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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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的地方 不是 什么 移植啊 展览的地方 走吧 明不看了 这个好像是他们的什么 现代化的展览 我们在看旁边这种楼什么 然后看完旁边这种楼 我们要从这里开始往上爬了 走这个江边的展道看一看 这里是个展览馆 展览馆 好像可以拍照的 在这里 展览馆 我们不看了 我们去 撞一撞那个小岛吧 写着什么呀 有没有可能看懂的 兄弟 在评论区留言一下 开始爬山了 开始爬山了 兄弟们 这还是这种自然的台阶 这下面还有这么一大片 我以为这就是边边的 我们该往哪走 往下 先往下走 不爬山 先往下走 看看前面这一座是什么 江心云 感觉可以来这里徒步 工作区域 我还以为是一个什么建筑 这几棵树突然有一种在海南的感觉了 海南的海滨城市的感觉 这里一大片的广场公园 这叫什么 四香林 海东绿洲 哇 这树好高呀 棕榈树是吧 看这一片叶子 掉下来就砸到人了 好 这也是这一块什么绿洲 我们加快脚步往前走 这一整片像一个大公园一样 感觉适合在这里郊游 春游什么的 星期天买一张船票过来 然后在这里 那个什么等那个 朋友 就约朋友一起来这里 搞个野餐什么的 挺舒服的 我们等会往那边转 这一片感觉好像走到原始森林一样的感觉 这树好茂盛啊 这是什么龙树是吧 黄葛龙 这些树应该长了很多年了 看 看这些枝干 这里真的适合来踏青郊游 住在这里的朋友 星期天约朋友一起过来 高点演餐什么的 往那里坐 冷餐 在这多爽 夏天肯定在这里很舒服 写的什么 文案 蜻蜓像阳光一样常见 好爽啊 这里感觉 走在这里突然让我有种那种 处在这种南方城市 就是深圳那边那种林一大道的感觉 哇 这里是什么湖心残居 好久没有见过这种石板桥了 这两边林后来都没有这种石板桥 以前我们那里老家就有这种石板桥 这种石板桥是派石板组成的 12345 对 我们以前那里有一块两个板组成的 我们叫两板桥 四板桥 湖心残居 这里应该是休息的地方 这两种房子 对 休息的地方 这里树真的是冒上原始森林一样 再看一下这个桥 湖心残居 是岛中岛中岛 这一整大片全是绿荫大岛 好爽呀 走在这里很舒服 现在又断了这个水山林了 刚才那边是红树林 这边是水山林 这边是棕榈树 这个岛上的植位还挺丰盛的 这有一大片的草地 看在这里搭个帐篷什么的 那边的高楼应该都是在江对岸 我们好像快转一圈了吧 这边是不是那个寺庙 刚才来的时候那个寺庙 刚才从这个桥进来 然后从这个桥出去 这一个小岛 里面有几个亭子 我刚才看写的什么亭 什么亭 这里有一个亭子 这里还有一个亭子 出去往那边的园走去 一个什么园不知道 等会看看 这里30块钱的门票 是哪里的门票 我不知道 为什么还有门票 这两趟船是一趟 一趟船6块钱 那两趟船12块钱 剩下的都是门票钱 怀蜻蜓 这哪些地方是要进的 要收门票的吗 那里是什么不知道 是我现在还没有逛到这个收费的地点吗 还是这里本来就不收费 我已经逛了好久了 应该逛了30多分钟了吧 又是几个亭子 这边全是这种绿云大道 我们不发快一些 不然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了 先去看看这边是什么 这边又来了一片竹林 我们从这里边走 大片竹林 这里还有小孩玩的游乐场 那边是干嘛的 吃饭的吗 我们穿梭在竹林里面现在 兄弟们走到这一块 全都是已经到了这个吃饭的区域了 刚才我去那个什么 有一个看到好像古建筑园的地方 已经去看是一个饭店 叫望月楼 哎呀不要去了 那边没什么东西 就是吃饭的地方 前面还荒废了 这边现在也是吃饭的地方 然后我们往这边逛 看看那片是什么 不会也是吃饭的地方吧 我们是下完船之后 就是往这个大使馆方向走的 如果不想来逛这一片的话 大家可以往大使馆的反方向走 这里叫什么 宋园 这里是宋园 我们进来看一眼 是一个大园子 就是古代的那种院子一样 就是有种那种江南庭院的感觉 已经到了江苏了 浙江 队府 浙江温州 江南皮革场倒闭了 浙江温州 江南皮革场倒闭了 浙江温州 最大一个厂江南一个厂倒闭了 这是一口古井吗 好像真的是一口古井 这里是什么 玉吗 净土三金 这里是一些展览 宋代温州 北宋十文苗津谈目舍利涵 哇 舍利 出土的文物吧 众船 这里是几个文化展厅 从侧门出来了 这座塔 这座塔 去看一眼能不能上啊 这是岛挺大的汽车 这座古桥 这座古桥上面拍照挺好看 约朋友一块过来拿个长焦 十块的鬼桥 站在这里 从那里拍照 最好看 约朋友一块过来拿个长焦 看一看这座塔能不能上啊 这座什么塔啊 这座什么塔啊 归鹑产亭 Pull it in 归鹤亭 旁边是省级文物 报复单位江新与东七塔 1234567 七层在佛教里面应该算是比较大的塔 江新与西塔 位于江新与西丰山巅 一说始建于唐贤通十年八九六年 一说始建于北宋开保二年 九六九后毁于冰火 南宋韶信十一年 一四一年重建 原民清民国均有维修 县塔为1982年温州市民 温州市人民政府重修 西塔塔高33米底近7米 塔神楼阁是青砖仿墓建筑 中空六面七层 原有楼梯盘悬至塔顶 县塔外观圆整 雄伟挺拔 每层各面设有佛看 留有十佛像十六准 西塔 进不去的 七层浮沓塔 西基浮沓 从这里进的 进不去 我们锁住了 好像我们真的快转一圈了 已经看到码头了 我们从这边过来就真的是转了一圈了 因为这个码头就在我们对岸 我们刚才从这里下船 整种转了一圈 前面到了我们刚才走的反方向的寺庙 我们来看一眼 这个地方是温州革命历史基建馆 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 免费参观的 里边有黄山军抗战的历史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我们往前走 走到寺庙看一看 这里有一棵超级大的古老树 都已经倒了 但是它倒的地方又发出了心芽 又长出了大树 这一块 早上问了我们那个佳季 佳季不能体现佳季 把它寒到那个砖室砖修里面 好漂亮的 逛一逛这个寺庙 然后这个江新雨就逛完了 我们是整整转了一圈 五丙小叶蓉 商科绒所五百年了 树林五百年 五百年的大树 我们刚刚就从那过来的 船还在那边停着 等会儿要从这里坐船过去 这个叫什么 湖心寺好像是吧 我刚来的时候看起来叫湖心寺 我们刚才是往那边走的 走的那个什么 那个领事馆啊 江新寺 这叫江新寺 佛教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江新寺逛一逛 然后这里就 关完了 天王殿 圆通殿 这就是江新寺 高中道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说明 江新寺说明 江新宇上原有龙祥 新庆两寺 南宋韶兴七年 1137年 鼠生清了奉造主持 田平中川 新建中川市即江新寺 后来新建的 好了 我们这就逛完了 这里就是码头了 码头呢 是30分钟一趟船 想出去的话 就要再等到这个30分钟 从那船过来 那我们这个江新云 就逛这么一圈 逛完了 大概走了 我们是12点半 现在2点 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逛完了 我走的稍微还比较快一点 如果你是来玩的话 可以慢一点点走 英国领事馆 承仙阁 新庆寺 温州历史纪念馆就是原来的新庆寺 清灰 这个楼能上的吧 看一下 这种木质的吧 阁楼 什么都没有 这边是可以休息的应该 这种可以坐在这里的 可以休息一会 船要好久不过来的 OK 咱们的温州江新云就到这里结束 等会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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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